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搞了四个番茄 还有一块梅头肉 我们来做一道开胃的滑肉汁汁 做滑肉呢 我们最好就是挑选这一种 肥瘦相间的梅头肉 它这一块肉是最香的了 另外这里还准备了一点 小孩子喜欢吃的配菜 有斧竹和金针菇 这个斧竹 我们先用温水给它泡一下 来上少许盐 再加入40度左右的温水 给它泡2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这番茄和梅头肉 我们分别把它们洗一洗 把味冲一冲就可以了 这番茄我们尽量挑选 这些熟一点的奶 它味道比较好 洗净后把这番茄切小块 这个地给它剃掉 给它切小块一点 炒起来比较容易烂 切好先把它装出来 梅头肉我们用刀把它切成刨片 这种片我们尽量给它贴均匀一些 肉片切好把它放到碗中 给它调味腌制 往里面整点胡椒粉 适量的盐 就这两样 我们用手来给它抓 抓至起椒 这个肉呢 我们要多给它抓一下 抓至明显能感觉到 它黏糊糊的就可以了 想要做出来的肉 足够嫩滑 这个红薯粉不能少 来两勺的红薯粉 再加点温水进去 好 给它抓一抓 抓至粘稠 这红薯粉浆把它调成这种流体状就可以了 好 夹在肉上 用手给它抓均匀 抓好后给它封上花生有不有 最后我们再准备一点葱白和蒜末 材料准备好 我们的腐竹也已经泡发好了 泡腐竹的时候我们加点盐进去 它不易烂 锅中烧点开水 我们把腐竹和金针菇分别给它掏一下水 这水再次烧开后 我们就可以把它装出来了 金针菇同样 我们把水再次烧开就可以了 焯好水的金针菇同样把它烙出来 取一个小砂锅 烧热后我们先给它淋上点油 葱蒜末放进去煸出香味 烙香后 把番薯粒给它倒进去 大火来给它翻炒 把它炒出汁 炒番薯的时候我们先给它整点盐 这样它炒起来才烂得快 要多给它炒一下 把它炒烂炒出汁 好 这番薯已经炒得非常软烂了 炒成这样就可以了 现在往里面加点开水进去 大火先给它煮上两分钟 番薯的味道全部给它掉出来 两分钟后 我们先把这金针菇给它倒进去 金针菇它是煮不烂的 可以先放 好把火关掉 另起一锅烧水 这个水温 微开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肉给它滑进去 做滑肉心不要急啊 一片一片的来 不要让它成坨了 朋友们 这个时候我们的火力一定不能大 用最小的火慢慢让它煮 煮至它全部浮起来就可以了 我们也不用去翻动它 要不然它容易脱浆 好已经差不多了 这个肉全部已经浮起来了 把它捞出来 非常的嫩哦 把肉划好 在这边再次点火 再给它调点味道 来上少许的盐 就用点胡椒粉 蚝油给它来上一小勺 先把它烧开 烧开后 先把这腐竹给它放进去 这腐竹也是非常嫩的 又嫩它又不烂 再把这滑肉给它放进去 再次把它烧开 烧开后 我们给它准上少许的香油 来点香菜 完成可以关火了 一锅软糊糊的番茄滑肉就做好了 汤汁酸甜开胃 肉片嫩滑到筷子都加不稳 美味就是这么的简单 喜欢的朋友一起来试试吧